文族文化的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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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四处游荡一下 后来我在2009年的时候 我去了韭菜沟 那时候我见到韭菜沟的时候 那是秋天 那个美丽一下让我感受到 在地球上有如此绚丽而有美丽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品尝了韭菜沟每一个沟的水 我想把这一切都装在我的心里面 我想把这种美把它真是从我心里面伸出来 从我的手上冒出来 这种激动根本没有办法按捺 一直到我表现它的时候 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它的那个颜色你没有办法琢磨太丰富了 就是每一个音节每韵力都在一个章话上来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 但是当我把它画出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就是如同一种巨大的释放 就像是当然无存的把你心中的这个祭奠 全部给你耗尽一样 我和它的时候简直是一种享受 因为我觉得艺术对我来讲 追求的是生命的真实 至于技法手法 这都是随着你自己的这些 你内心的这种渴望和渴求的时候 它会油然而生的就诞生的 我去了韭菜购物 我看了韭菜购物 那儿的美丽 那真是在我的心里面 有一种彻骨的一种净化的作用 我觉得这种净化 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面临的 我想把这儿的那种美丽 把这个地方那种净化 我自己心里面的那种震颤 也带给更多的人 这也就是我觉得到了今天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艺术也好 我的绘画也好 我的绘画也好 还能把我心里里面感觉那种美好 能传递给别人 能和大家一起共享 能和大家一起感受到灵魂的这种被禁化的喜悦的话 这就是我无上的一种快乐 其实就是在艺术上也好 在人生也好 走过了这么长的路 就是在美国 在欧洲 在不同的地方 我自己操作也好 我觉得有一点是 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那就是我对艺术的热爱 说实在的 技法上的变化 那只不过是随着你的心里面的变化 心里的提升 一个新性的发生的变化而变化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 和现实的价值观的一个变动 一个相互的沟通 我们已经从小我跳出来 它真正是到了一个 咱们称之为大我和无我的状态 当你进了这个海洋的时候 你和每一个人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的所有的心动 都会牵动到另外一个人的灵魂 这是我觉得一个最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我曾经跟我母亲说过一句话 我说妈妈 我说我一定要把安花的香味给画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